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各位观众,大家好 来到每周一股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逢星期五 都是来自研究部的分析员袁姐先生 跟我们聊天,推荐一只股份 Harry,你好 你好,Janette 上周和大家推荐了一些医院股份 编号是1515凤凰医疗 成绩方面非常英俊 大幅排行至 行至整个星期跌至超过400.5 反而这1515,今天更加破顶 到13.82 如果根据保守策略,赚幅不少 但整个星期来说 升幅就有超过1元 升幅率有12% 看一看,照舊的 Harry通常都叫嘉宾公众说 现价就可以买了 考赢了大市 而且看到中午的收市价 到13.46 暂时赚钱 如何保守? 凤凤凰医疗 今周的走势都算是这样 如果短线的投资者 可能已经算了数 现阶段来说 本身的股价表现 纯粹今天来说 计算技术因素做得不美 破顶13.82之后 现阶段还要倒跌 但我发觉这几天都是这样 每次一破顶之后 就见到比较庞大的沽压 其实见到凤凰医疗来说 我几看好 本身在医院改革的发展 在医院股来说 市场的选择不多 除了凤凰医疗 大家就要选择 比较高估值的2196伏星医药 其实这类别的股份来说 我相信尤其是 已经开始进入半生股行程 对于未来的走势上 或者是买卖策略来说 我都会觉得继续维持 目标价15元 也见到资金追捧下 我相信这个目标价不难达成 好 你到全三个星期 今天跟大家推介什么股份 会不会同一个板 快制医药的板 没错 其实讲了三个星期 由大市前瞻 一直讲医疗相关的板块 上个星期我们讲医院股 其实我们选择了整个医疗板块里面 最强势的 市场最正面的一只股份 它的走势上也挺夸张 今个星期就反转 特别一点 我选择了一只最弱的走势 股日走势 你见到它不太对路 但是集团也做了很多收购 或者转型的动作 这只股份来说 我衷敬它今年的走势 会有个大逆转 我会选择了一只微创医疗 大家所熟悉的 都是一只医疗耗材的股份 都看到股价图方面 都比较皮弱一点 逐步向下沉的形态 跟进股价 现价来说到4.99 微跌3 这个股份都是做一些 比较高端的医疗设备 例如在血管里做一些东西 特别是做一些 比较多一些科技的产品 其实都分了四大业务 可否和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你说看微创医疗 大家一见到它的产品范畴 就可能很头痛 这些应该是医生去看的 不是我们投资者去看的 我尝试去介绍一下 作为一个行外人 如果真的有医生的观众 你觉得我说错了 不妨打电话来大家去提点一下 主要大家所熟悉的微创医疗 它是做心血管的介入产品 比较多些 这个范畴也是比较 佔收入的比重也是最多 另外一方面 主要也会看到 它都会有做一些大动物的 一些血管介入 血管介入 一会儿去解释究竟是什么 另外一方面 一些神经的介入产品 以及一些骨科的医疗器械 它都开始慢慢地发展 总体上来说 微创医疗 我不知道大家看开医疗版块的时候 可能会界定它为 应该是医疗设备股 其实微创医疗主要做的 不是设备 不是一部部机 买出来的 它是做一些高增值的耗材产品 有少少和大家熟悉的山东威高 有少少不同 例如山东威高 可能会做一些 所谓普通类别的医疗耗材 例如针筒 膠布 棉花 或者是那类别 就是比较普通性的 普遍性的医疗耗材 微创医疗在做的业务范围 就是一些高增值的耗材 很专门 这个范围来说 这个业务范围来说 其实令到微创医疗 享受到一个最大的功能 就是一个高无利水平的发展 高增值的耗材 都有几个利好因素 要和投资者分享 Harry 为何看好这个股份 都分了三大利好因素 第一 集团方面 有个电生理学 EP的产品 就是一个新的方向 或新的业务 都会成为集团一个金蛋 令到股价 或者盈利前景 有个不错的看法 第二项 就是骨科重整业务方面 亦有个不错的增长 可以帮助集团更多元化 第三 就是和一些企业合作 希望最重要 就是可以冲出中国的市场 多些发展在海外方面 招架 我们不如看看它的机构因素 看看它的业绩 好 我们看到 似乎大数方面 好像不是太美 仍然额要跌13% 去到4.22亿元 毛利跌1.7 期内利润跌超过5.8 而每股盈利都要下跌 去到7千人民币 似乎不是太帥 批贏 平平平凡 似乎 以领积表现 营业额 毛利 期内利润 每股盈利 全部大述 ,"大数",加上毛利率 其實本身是三個字形容 不對版本身已見到這樣的利潤 這樣的基本因素還推出來做甚麼 主要的營業額和利潤範疇來說 受累於毛利率由85.2% 到81.1% 這是2013年半年那份業績的公告 這個主要的範疇來說 究竟發生甚麼事跌那麼多 我們可以下一幅圖去研究 產品範疇裡面有多少 其實剛才主要有四大項範疇 再細分一點就會在這幅圖看到 你會見到集團在心血管介入產品方面 佔比其實相當多 有78.3% 這個也是原先微創醫療 在先前上市或是大家買過的微創醫療 主要的售價點是他們這方面的產品 在內地來說 其實是一個龍頭大哥 也是一個佔比或是熱務範疇來說 是開發得最好的產品 心血管介入產品其實是甚麼 其實大家所認識的就是一些撐大血管的支架 Janette可能也知道 其實我舉個例子 究竟應用甚麼範疇 好像我這些 可能是運動少 又多肉小菜 又本身運動不足的時候 就可能很多的甚至是香港人 而且在內地的居民都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三高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高脂肪 膽固醇 也都見到血管被人塞了 其實在以往那幾年 其實所謂的通過一些血管 又或者是所謂的心臟病 一些觀心病的手術 其實那個醫療數目或者手術數目 就不停地提高 但是其實過往來到這一兩年的時候 其實內地的民眾都開始著重健康 亦都見到這個範疇的產品 開始有其他的一些競爭者進來 所以再加上在醫療改革當中 對於醫療號材 本身的產品化成的定價 亦都見到內地的政府壓了下來 定價又見到有一個下跌 本身的競爭亦都是增多 令到心血管的介入產品 這方面 佔比是78.3% 營業額就跌了21.1% 亦都是為何整份業績出事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說計算這麼多範疇 又有大動脈 神經介入產品 甚至骨科這些產品 大部分的業務來說 都是一個很平均的增長 大概是十多% 我特別想說說電生理醫療這方面的器械 現在看到佔比是1.7% 很少 你計算營業佔比來說 但它的增長力度 有102.8% 這個我都會看好 接下來的發展 我都會相信 第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集團面對內地競爭那麼大的時候 在心血管介入產品的範疇 好像在走下坡 它都開始發展其他類別的業務 而令到我衝勁今年的業績 做得比較漂亮 明白的 你看到在這個餅上來說 心血管介入產品 佔了7.8% 無奈 就是剛剛你提到的 就是定價問題 中央不賣得太貴 最重要是太多競爭 所以令營業壓下跌 當然有些新產品 亦都在營光幕上看到 就是電生理學EP的產品 亦都成為集團的金蛋 如果說新血管介入的產品 離不開就在血管有些支架 這些支架是用來通血管 現在好像想有些新的產品 不如也跟我們介紹一下電生理學 這個EP產品又是甚麼 看到開始有很多競爭 觀眾聽到已經夠夠了 甚麼是藥物洗脫支架產品 這方面其實就是剛才所謂的 心管缺入介入產品的範疇 主要看到在圖裡面 在血管裡面 簡單來說就撐個架進去 賺大些血管 令到藥物可以經過的一些血管 來洗脫一些脂肪 或者是一些膽固醇類別的東西 其實太細節我就不再深入去講了 但如果你說現階段來說 新業務主力來說 我衝勁的是一個電生理學EP的產品 甚麼為之電生理學 其實如果你說一個 很介定來說 我就很難去解釋 因為我自己去搜尋Wikipedia 都有1000至2000字 但主要這類別的產品來說 就用來去醫治一些心律不正 心跳不平衡的一些病人 這個心律不正的問題 其實都會見到 無論是海外或者是內地 這方面的病人數目或是手術數目 是不停地增加的 所以特別在上一年來說 其實我都見到 在海外方面 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增長 下一幅圖裏面我們見到 這方面的手術數目 其實都有一個很明顯的增長 這個是Sendru Medical 世界權威的一個研究機構的發言 其實主要來說 是來近一三年 又或者其實簡單來說 如果你用複合真相率來說 這個手術 即所謂的心律不正 這方面的手術的 中數其實是持續上升的 這個給大家去看看 究竟未創醫療 我們都會說到 他們會開始打海外市場 現階段 你看剛才一三年那份的業績來說 都是在做一些中國的市場 另外一方面 當然下幅圖就看了 除了說 世界方面的中數 其實在中國的 心房戰動的市場規模來說 都是持續地增長 離創如果現階段 去大力發展電生理學的產品來說 我相信會真的 是未來的金蛋或金礦 令到本身 持續走下坡的業務 有機會是有一個回轉的 OK Harrie 你說到 有很多心律不正的病人等等 你當中都憧憬發了一些新的產品 其實你做回這些 醫治好心律不正的病人的話 當中做手術 一定會 引起很多不同的設備 或者是不同的設施等等 我們有一個流程表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知道你特別說分了有五項 我們下幅圖可以看到 可以詳細介紹一下 當中這個新的產品 亦都加入了很多不同的業務 究竟是怎樣看的 我們看到這幅圖 大家都可能是 整套描手人心走出來 發生什麼事呢 電生理學的手術 其實這方面的產品 應用範疇相當多 其實看到 一個手術 去醫整過心律不正的過程來說 要用到這五範的產品 包括一些指導 或者是放射性 甚至是一些可以看到 是一些掃描的產品 其實如果作為一個投資者來說 不需要去了解 究竟每項產品的 應用範疇是什麼 究竟是 Term是什麼 或者是specifically 去醫治哪一範 其實我想主要給大家看到 就是這些產品 其實微創醫療都有做的 但微創醫療現階段來說 你會看到 剛才我們在圖上 綠色的部分 電生理學的產品範疇 佔的收入佔比 1%多一些 接下來我會覺得 對於發展形勢來說 在中國這方面 其實它本身的競爭性 都會在那裏 我會覺得 它接下來會打海外市場居多 下一版裏 我們看到怎樣去打海外市場 最重要是要取一些認證 本身 其實剛才的午飯的範疇裏面 會包在這幾個系列裏面的一些產品 由Fire Magic Easy Finder 其實大家所認識的 需要認知的 就是它取了一個CE認證的時候 其實它們就有條件去打歐美市場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認證 歐美市場的醫院 或者醫療機構 是會完全不理你這份的一些 產品 可不可以利用到的 有這個認證之後 起碼過了一個Basic Requirement 接下來對於它們的開拓市場方面 所以我會覺得 電生理學的產品 除了中國市場 都會未來成為一個金彈之外 拓展海外市場 是會令到微創醫療的業績 有機會有一個回升的動力 我們看看第二個的利好因素 剛剛節目開設時也介紹了這個圖表 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剛才重點說到 綠色的部分 介入的部分 形形價比較差 也叫大家衝敬綠色的部分 有些新的產品 另外你圈了紅色 特別想跟我們說一下骨科方面的情況 其實骨科在他們這個派占比比較少 1.5% 是否有什麼海外的收購 跟什麼公司合作 如果你說看這個派 其實看到只有1.5% 集團在先前 微創骨科方面的舊產品 就停止了 所以見到那個技營業額 有很明顯的下跌 所以收入縮到只有1.5% 如果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集團 在去年的上半年已經宣布了 亦都見到 他和一間美國的上市公司 買了一些骨科的重組資產 用了2.9億美金 亦都保障了一些 loan 整個過程 搞了半年 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剛剛在1月初的時候 集團就已經公佈 就已經完全完成了 整個資產的構置 亦都見到現階段來說 因為本身 Write Medical 對於整個海外市場 特別在骨科產品的 Sales Channel 又或者是分銷渠道 亦或是大家所認識的 一個認知度上來說 比起微創醫療來說 高很多 亦都見到很多海外醫院 會樂意用這個牌子 所以我會很憧憬 本身現階段 在版面上見到 中國的銷售 原本都佔骨科方面 由95% 接下來 集團亦都說了 由95% 就會落到35% 大部分骨科的業務收入 都會來自海外的業務 我都會相信 對於集團的業績方面 是有正面的幫助的 看看中國方面的銷售收入 就會減少 其餘那些 六成半都希望 是來自國際方面的業務 其實國外市場 都特別憧憬骨科的業務 做好一點 有沒有什麼圖表 可以顯示一些 從事骨科的產品 需求如何 其實增進石頭又是否OK 另外也要問 除了骨科 有沒有其他產品 可以做一個比較 現在現階段 微創醫療 其實在骨科的業務 不算 right medical方面 從建骨科的資產來講 做得比較弱一點 主要是一些創傷性類別的 一些骨科產品比較多 可能屈臭腳 或者是踢球 被人有少許咬柴 踏了一個釘子的腳骨 這些類別的產品比較多 其實如果你說 根據一些公司的資料 在走勢上來說 其實是一些失關節 又或者是一些被圍方面的業務 增長力度比較多 你計算符合增長率來說 都有16-17% 其實其他 譬如說是關節鏡 創傷 甚至是脊椎外科 這些來講 增長力度沒有那麼高 這次如果他收購了 right medical 骨科重組資產 在協同效應上比較多 因為這類別的重建資產 我們下一版裏看到 就是在這方面 特別是在失關節 又或者被圍這方面的產品裏面 大大加強了 亦都是這方面的市場裏面 就是收購骨科產品 就是主要的重大利好因素 就是不要經常集中在血管支架上 接下來骨科範疇方面的戰備增大的時候 都會有助帶動到 或者抵消到 本身的血管支架產品走落的趨勢 好 謝謝 先看看第三個利好因素 為何推出這顧股份 Herry 就是跟Sorin CRM這間公司合組合營企業 主要是開發一些心律管理的產品 或者機械等等 我們之前在節目開始 都有說到心律不正等等不同的產品 現在跟另一間公司合作 有甚麼協同效應呢 這個合營來說是進入一些心律管理的市場 剛才也有說到 這個市場的發展的力度 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的市場 增長力度都是比較高一點 這個合營來說 主要是包括合組的一間合營企業 去營銷或開發一些心律管理器 或是徐戰器 這方面都是關乎一些心臟 或者是心理的一些主要管理的產品 對於微創來說 究竟有甚麼好處呢 這個第三個利好因素 是比較長線一點的 尤其是我覺得 這個合營來說是一個很初步的階段 最主要來說 就是大家所認識 其實簡單一點去說 在Sales Channel那方面 可以大大加強 尤其是這間公司 其實本身跟微創合作這間公司來說 在Distribution Channel 或者是本身的分銷渠道來說 其實都是在內地或世界來說 都是一間知名的公司 我都會覺得 第三個利好因素 主要跟大家去分析 都是一些長遠的利好因素 剛才我們說的 主要是電生理學的產品 開始要延伸的時候 對於他們的銷售渠道的需求來說 很明顯是會增加的 這個合營我相信 都會是一個很長遠的利好因素 來有助集團 不要集中在一些所謂的 心臟支架 又或者是一些心律器那方面的業務 一個product diversification 就是所謂的一個產品的多元化 是會令到微創醫療 在本身的盈利增長方面 是比較健康一點 如果一下子 其實內地的政府 繼續會做一些 比如說限價 或者在醫療耗材那方面 更多的管理的話 其實都會 對於微創醫療的利潤 都挺傷的 所以現階段來說 集團其實 你說近來的消息多鐘 其實真的動作多多 做了很多這方面 就是用多元化的一個發展渠道 所以我會衝敬它 將來的業績做得挺漂亮的 最後聽到你說動作多多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收購 你一定會用到錢的 雖然這一隻可以說 就是資金方面 會不會都有風險在那裏呢 其中你這麼多動作 會不會增加融資成本 可能有什麼蓋水的動作呢 如果你說用得錢最多 就是跟Right Medical那方面 就是收購了骨科資產的 不同的資產的動作 其實如果你說風險因素裏面 下一版我們會看到的了 其實主要都會在融資成本那方面 其實也會看到的了 其實未來我都會有少少擔心 本身未來的融資動作 若物洗脫支架 始終都是微創醫療的收入主要範疇 所以就是投標價格下跌 這個主要是受到內地的一些政府 限制了價格 而且見到現階段 這個市場開始競爭就加劇了 會挺沉寂到產品利潤水平 所以未來會見到 微創我會相信在下半 本身未來三月發布的全年業績 不會做得太好 所以這個剛才我們說的三個項目的衝勁 都是今年未來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些不同的範疇 當然做了很多收購合營 融資成本之後 合併又或者整個架構重組 都會有些成本在那裡 大家都要留意 好,謝謝Harry 我們看看部署策略 也是現價可以買 目標價方面看到六個半 指示位三個八 好像撐太遠了 可能是中長線部署 沒錯,其實剛才的項目 我都覺得是一些收購 也看到需要一些時間去重組 所以大家去買這隻股份 如果你不太心急 你就等多一會再看一看 因為本身的股價表現 近來真的走下去 但如果計算在股值上面 又或者純粹計算憧憬上面 這隻股份都有一個挺可以想像的股 所以我覺得現價可以買入 也放回五十二周高位六號半 作為一個目標價 指示價我擺三個八這個水平 其實是一個中線的部署 沒那麼快的 這隻股份來說 就炒它反底 我就不覺得它會像鳳凰醫療一樣 一個星期升十幾個百分之的走勢 好,謝謝Harry 多謝你在這股份的分析 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做新報 本身有沒有拿著這股份 沒有的 好,麻煩你先 有事一會兒 想重溫節目樓的話 是瀏南財經台網站 稍後再談